Lion哥投資世界是一個個人的投資分享 如果大家喜歡我同類型的影片 可以Like、Subscribe和Share給朋友 大家好,我想跟大家說說英國房地產投資 英國房地產投資不是什麼樓都可以買 在英國有四種樓房,大家是千萬不要買的 第一種不要買的樓是Share Ownership 什麼是Share Ownership? 即是你和別人一起擁有這家屋 這家屋不是100%是你擁有的 你可能擁有三分之一 或者擁有百分之五十 我們現在就上Waymove找一找 我剛剛找到一間樓是六萬磅 你看看外形是很漂亮的 你看看這個樓房,是兩房一個樓房 一個樓房,即是六萬磅 就非常之划算了 但世事沒有這麼大 雜牙隨街跳的,我們再看下去 你看下去就會 咦,屋南樹是寫著百分之五十 換句話說 你買回來你家屋,只剩一半業權 有些人說一半業權都沒什麼所謂 那就進去煮一半吧 其實是不行的 因為你任何的出租也好 或者你自住也好 是要跟對方有一個共識 你才可以一起做 其實這些樓房是非常麻煩的 因為你所有的出租也好 或者要進去住也好 你要跟對方有一個共識 有一個妥協 你才可以使用到這間樓房 大家想像一下 如果你是在英國 還好可以坐下跟對方聊 但你如果不是英國 你在香港 那你怎樣 飛過去跟他聊 還是用電話聊 其實是很困難溝通的 所以我結論 大家看到這些 Share Ownership 其實大家要儘量 避免千萬不要買 第二種不能在英國買的樓房 就是Modern Method or Option Option 大家在香港都應該很熟悉 Option就是拍賣 英國也有分 英國分兩種 一種就是Modern Method 另一種就是Option 我先說一下分別在哪裏 那普通的Option 就是跟香港一樣的 就是一個場合也好 或者現在你疫情人網上 一個Option也好 大家都會知道 那個拍賣氣氛 就是那個拍賣官 就是拿出一個樓房出來 那底價多少 那幾個見頭者 大家就一人一口價 最後你口價是最高的 那你就會拿到這個樓房 那Modern Method of Option 又是怎樣呢 怎樣新釋法呢 其實它的意思 就是這個拍賣 它就不是公開 是暗盤 那大家就自己出標了 就是入標出價了 最後呢 他公佈出來 就是自己的業主選誰 那麼這個Option 有什麼不好處呢 根本你是不知道 你自己有沒有買貴 因為你是一個正常拍賣的環境 一人一口價 那你會看到其他買家出什麼價 但是這些暗盤 你是不知道買家出什麼價 究竟你是出價 究竟你是賣不賣到 還是你說你買到的時候 究竟是不是價格給人家 你完全是不知道的 好了 我們又上去WMove 找一找有沒有這些樓房 我們找到一個 都OK 12萬磅 大大間的 一個Semi Detached 兩房 一個Bathwalk 即兩層都OK 大家一看 就是這個Modern Medford Option 如果大家看到Modern這個字 你就千萬不要買了 第三樣不可以買的樓 就是在梨子營銷上 所出售的樓房 而且還要有租金回報 發展商為什麼會給你租金回報呢 其實大家都應該很深印象 例如你在香港 有一些劏場 或者我們叫做劏店 一個25呎的面積 可以買到200萬 300萬 300萬 400萬 我都見過 那你也知道 為何發展商要擔保 你有租金回報呢 因為你根本是租不出的 或者租金回報 是完全是做不到的 好了 當你的租金回報期 一年或者兩年 結束之後 發展商就會直接交回層樓 你會產生什麼現象呢 第一 未必租出 第二 租回來 發展商回報 是相差大折的 不是相差小折 是相差大折 第四種在英國 不可以買的樓房 就是 Apartment 或者叫Fed 中文叫分層大廈 這些Apartment 或者Fed 在香港就很常見 我們香港人 都是買這樣的樓房 所有新樓 大部分都是Apartment 來的 我們香港人去到英國 就買回 Apartment 以為是很正常 但在英國人 就不喜歡這些Apartment 那它有什麼原因 我們是不可以買的 因為這條影片 已經是太長了 所以Apartment 也有幾點 我要和大家分享 所以我打算 在下一條影片 再和大家分享 好 好 USB 關鍵 1 1 2 1 2 2 4 5 2 5